路口車輛停等紅燈 下一秒一輛大貨車竟完全沒煞車 不停衝衝衝往前撞開前方轎車 被撞的車又撞擊一旁車輛 所有車子瞬間宛如成了碰碰車 但大貨車完全沒要停下的意思 繼續撞 前方車輛有如玩具車一般被它往旁鏟開 其中一輛箱形車還慘被夾進 輛車當中 駕駛們紛紛驚嚇下車查看 這驚悚的十一車連環撞事故 轎車被撞到車位凹陷幾乎快要不見 還有的車厚保險桿 整個掀起車廂感完全變形 現場零件碎片噴飛 23號下午5點多彰化縣東路 發生這起恐怖事故 直至大貨車好好的究竟怎麼會撞不停 疑似因為煞車失靈 九側是沒有營酒的情形 驚悚場景還有這彰化這輛箱形車 在路上燒成一團火球 只見這火越燒越旺 快把箱形車整個吞噬 消防人員趕到現場布水線灌舊 現場濃煙窜不停 瞬間成了霧茫茫一片 縮性無人傷亡 警銷調查於來時二手車商 剛買下這輛箱形車要開回公司 23號傍晚6點多行進彰化 原急路徑突然竄火 消防10分鐘撲滅火勢 但車卻已經被燒到面目全非 一片焦黑 至於確切起火原因 火吊人員要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 推進你這一台旺旺水繩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放在家裡面其實也都不佔地方 而且你的三分鐘 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繩 一瓶的電解液就可以生成 200公升的水繩 中天有獨家的觀眾的好康 你可以上快點GO 1 2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